大家好 歡迎收看選股王 恒指今早跌了25點 收報26,480點 半日成交今晚有809億 上星期五美股先跌後回穩 英國脫歐談判 週末沒有結果 但繼續進行 市場反應比較正面 今早美股期貨向好 升了大概0.5-0.6% 港股這一邊都是滿局 今早比較麻煩的是科技股 《人民日報》 批評社區團購 變成了最積極發展的美團 今早初段大跌 跌了7% 稍息收市 跌了3%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反壟斷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騰訊 亞里和京東也沒有運限 今早也超過1% 不過小米完全不受這個影響 繼續行勢 今早再破頂 升了5% 現在市場是滿局 科技股在反壟斷之下 都好像沒有太多動力 舊經濟股期望持續上升 不是說沒可能 但真的要經濟有更強的訊號才行 所以市場是滿局 大家繼續炒個別板塊 今早強勢的有汽車股 長氣和東風也升了6-7% 另外手機設備股 資源股也不錯 資源股中最強的就是樂木 樂木升了5% 即是再創新高 另一個可以看看就是光復 今早都大放異彩 最強是福萊特 升了差不多一成 另外就是信義玻璃和保利血恩 也升了3% 其實光復一直都是一個比較高風險的行業 這麼多年都是一個政策可以大升 一個政策又大跌 再加上中央可能出過政策 但保貼的金額就遲遲都不能到手 變了也有壓力在 但其實現在開始情況很不同 最重要就是全世界都很積極發展 看回這個十四五規劃 這個裝機量 現在的股都是去到70%至90% 即是每年平均70%至90%是吉亞 相對之前的50% 其實是遠遠超過預期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相對2019年 其實只有30%多 其實那個升幅都是很驚人的 現在的光復 另一方面就是這個技術 2020年其實補貼力度都已經很少了 估計2021年可以完全評價上網 都是有利發展 這個是一個長線的主題 變成了高位會有波動 但是長線來說都是向好 我覺得都是可以逢低吸納 如果短線來說 其實這個福奈特 其實都整顧了很久了 今早就突破這個保利加通道就向上 再加上成交配合 其實就是一個短線投機的選擇 整體來說三隻股份 其實都是可以逢低吸納 可以留意 今天時間這麼多 拜拜